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利多于弊还是弊多于利呢 不是每一样东西都适宜用来比较利弊 尤其是对学生 例如你会否与学生说 考试作弊的利弊 或者校园欺凌的利弊 或者吸毒的利弊 都不会的 是吗 但是当然 很多时候都是两年的 有利也有弊 我们要作这些分析 是很常见的事 大家说说这两个字 利字 大家都很熟悉 和字就是刀 最自然的想法就是用刀割和 刀割和 刀割和 但是说文解字是不是这么解法 你怎样见得用刀割和就表示你 不断刀割下去割 割不到也可能是这样的 是不是 他说不是 他说这个和其实是和的省略 所以这个字其实是刀加和字 加一个和字 刀就是和然后利 这个和在古时最初的说法的意思 这个和就是和应的和 以前就不读这个去星的和就是应对 呼应的意思 那么跟这个利不利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你一刀斩下去很应的 那就表示利 所以所谓应人而解就是这样的意思 是吧 就是 斩得很顺利 那就用这个利 这个利 本来就是解锋利的意思 就引伸 就解作顺利的利 甚至就是利益的利 就是好处的意思 好了 它相反自然就是这个闭字 这个闭字 在说文解字查不到 没有这个字 上面就是一样 下面就是一样 下面就是个犬 是犬布 上面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闭字 这个闭什么意思呢 是解释 残疚的 破烂的意思 所以有个成语叫 气如臂塞 是吧 就是一样东西 就是你完全没有价值了 你当它好像一双鞋 一双烂鞋 这样扔掉它 那为之 臂塞 比如说 臂爪 致珍 有没有听过这个成语吗 臂爪爪是掃爪是掃 你只要有个旧掃把 就是旧掃把最骯髒了 因为你利用自己的东西 你特别珍惜 不舍得扔 什么叫做臂爪自珍 比如有些人 有些坏习惯自己不改 或者用到的东西 已经完全没有用了 已经过时了 还要抱着不放 那些闭嘴自珍 就用这个闭字 下面加多个犬 什么意思呢 说法就是 被狗追 甚至被狗咬 就扑在上面这个闭字 再加上犬字 是指说文解字 就是扑在上面 就是扑在上面 不要说另外一个字 不要说粗口 总之扑在上面 嗯? 闭 整整一下 就变成扑在上面 够了闭 对不对 就是指很异的东西 很差的东西 不幸的东西 坏东西 就叫做闭 有个说法 其实这个字 是把这个字写错了 本来应该是 底下着个犬 写一下 就变成了 一滑两棋 就变成这个闭 所以其实应该是这样的 就变成一般来到指 是指坏事 不好的东西 就是弊 就作为和利的相反词 所以利弊两个字 是这样来的 谢谢大家